在去年可能一千萬的房子 現在已經來到一千一百萬 等於是你用兩百萬的投期款 已經賺取一百萬的價差了 漲不是有點偏快的 房地產市場會不會有趨還的一天 答案是會有的 有一天 的時候 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足今週期 我是主持人王志玉 台灣的房價真的是不得了的誇張 你買個房你要排隊你要抽籤 甚至這樣還可能買不到 那到底呢 這房價什麼時候有機會掉下來 讓我們撿便宜呢 有人這麼一說 小子化可能會讓房價崩盤 因為沒人要住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我們現場請到了財經專家尤婷浩 來跟我們分享 婷浩你好 謝謝大家好 好 我們趕緊來看看 小子化會讓房價崩盤嗎 認為會的人有35% 認為不會的有65% 同樣一個問題要請教題 你覺得小子化會讓房價下來嗎 事實上我們要這樣來解析 就是說 到底小子化 或者說購房主力人口的減少 有沒有直接影響到房價 那我們必須這樣講 小子化已經不是這幾年的問題了 從過去20年來都是如此 所以如果是以台灣的購房主力 早就在當時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見頂了 當時能夠購房的主力 也就是我們講的15歲到64歲的人口 是1737萬人 一直到2022年只剩下1630萬人了 是 說明現在能夠購房的人口 早就已經少了100萬人了 可是你看 從當時15年到現在24年 房價是不是還在上漲 對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到底人口跟房價的關係 要如何來做識別 那我覺得有兩種角度來做思維 第一種 就是說 房地產到底是拿來住的 還是拿來置產的 如果房地產它的金融屬性 資產的需求大過於居住需求 那就完全取決於 未來台灣的錢多不多 購房 資產的需求多不多 就是有沒有人住不重要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了 台灣如果把房地產市場 當成一個金融資產的話 那它會不會上漲 基本上跟人口沒有關係 跟市場的資產需求 跟總體景氣 經濟的上行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都想錯了 我們都想說我買了一個房 一定要有人住進去 那就是我的謬誤了 現在很多人不願意這麼做 很多人買了就空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房價的增值 甚至大過 我們租金的上漲 那第二件事情 那少子化是對於 房地產的需求 完全沒有影響 也不能這樣子講 就是說它一樣會有影響 可是它的影響主要取決於 市場對於 個體對於房屋的需求有多少 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根據台灣在全國的戶數成長 和戶量的變遷 你會發現有趣的跡象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們是以總戶數來看的話 是不斷在攀高當中的 戶數在攀高 戶內人數 也就是一戶裡面有住多少人 是長期下行的 說明什麼呢 過去可能是三個人四個人 住在一間房子 可是現在大概一間房子的戶內人數 只有一個人到兩個人 這就導致現在對於房型 或者對於房屋的數量的需求 反而仍然在持續提升當中 就像我以前小時候 家裡面有阿公阿嬤叔叔阿姨 這樣住了一大堆人住在一間裡 那現在就是大家小家庭通通搬出來了 然後一戶裡面人少了 所以我需要的房子也會變多 沒錯 所以基本上我們必須這樣承認 就是說一般投資一般民眾 他能夠負擔房屋的總價是有上限的 可是居住的面積是沒有下限的 你會一直切一直切 一千萬的房子漲到兩千萬 以後賣不掉 那建商會怎麼做 砍半坪數 繼續賣你一千萬 確保你能夠負擔著起 這樣的一個總價 那我可能會買到五坪 變一千萬這樣 對最後就變香港的倉房 但是很悲催的就是這樣 所以真是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對不對 你買房這純粹就是你的資產 那是你的投資 你不一定說買了一個房 一定要找一個人把它塞進去 就沒有這回事 對不對 你要用另外一個方向想 你就不會覺得說人口一直少子化 那房價一定會下來 就沒有這回事了 好那但是呢 我們就要請評好跟我們聊聊 最近房價就算是少子化 不會影響他房價的下跌 但是現在的房市 會不會直接是漲得太誇張了呀 最近的房市的怪現象 你觀察到了什麼 如果我們是以信義房價指數 和國泰房價指數 在今年二季度的表現 平均來看中股和玉壽 大概都是漲一成起跳 就至少是漲一成起跳 這說明在去年可能一千萬的房子 現在已經來到一千一百萬 均價而言 那這說明什麼呢 平均漲不是一成 那如果是第一戶 採取五倍槓桿 或者我們講的新清安 對 可能只出兩百萬的頭期款 八百萬全部是貸款的話 等於是你用兩百萬的頭期款 已經賺取一百萬的價差了 某種程度而言 他的報酬率算是五成 當然這是不含其他的交易成本 但你可以了解到 漲一成的確對於房地產價格來看 漲不是有點偏快的 過往其實信義房價指數 或者國泰房價指數 每年的平均年增幅大概是5% 他已經遠遠高過於過去 房價的增長水準 很誇張 對 那他現在就呈現了一種跡象 那就是在全台市場當中 由於見證了本輪房地產市場的激情上漲 導致中古屋市場出現大量攜售狀態 對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現在還不是說 挑不挑得到符合你預算的房子 所以根本沒有房子可以買 尤其在中古市場當中 所以現在房地產市場當中 他就產生了一個跡象 那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第二戶第三戶 你是投資客 你完全沒有出境的打算 對 因為你知道未來會更貴 除非你垂錢 不然你是不會賣房子的 那第二件事情 由於在今年6月份 央行的理監事會議 召開之後 針對第二戶的房貸成熟來進行限制 對 那它導致了 市場上針對第二戶的購買興趣 也開始下滑了 就直接購買中古屋 直接生貸 需求也減少了 那第三個是大家在查新清安啦 現在財政部也在查 所以導致銀行的放貸水位 來到一個相對高標準之後 就沒有人那麼急著要去生貸了 那最後造成的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中古屋市場的買盤 全部灌到預售屋市場當中了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現在房仲賺多少 有時候親戚是房仲 客人家賺很多 沒有房仲其實都賺不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房子可以賣 沒有人委託他賣啊 真正房地產從業者 真正那個笑開懷的 只有兩類 一個是銀建 一個是代銷股 那這兩個才真的賺到錢 那他也出現了房子幾大怪象 第一個就是排隊形象 搶著賣 真的你看到很多新聞 搭帳篷買 搭帳篷買 前一天就在那邊 為了搶更好的戶別 那第二個是抽籤 就是即便你排隊進去了 但是很抱歉呢 在特殊的戶型 你還必須要抽籤 或者說要配貨 就是你要買兩 因為投資客最喜歡兩 是愛馬仕是不是 明牌包還要配貨 投資客最喜歡兩房嘛 可是呢 為了以防這個 這個市場上過於擁擠 所以他可能還要配一個三房 要一起買 你才能買到兩房 沒錯 那另外一個是封盤 就很多建商已經看清楚了 這個局勢 這個市場的熱錢進來 它不是這幾個月 它不是短期的炒作 它是有剛性的買盤一直進來 因為外匯收益就不斷進來 所以很多建商 如果能夠先見後售 盡可能的先見後售 為什麼 以後賣更高嘛 這兩年你搞不好還什麼通膨變贏 到時候建材變貴 對不對 你現在路上多缺工 對 很多年輕人都走在路上 你會不會綁鋼筋 來來來來 有這種 真的很缺工 會不會綁鋼筋 會不會灌水泥 所以很缺工 所以要嘛就封盤 不賣了 以後再賣 所以難怪去抽籤 因為連預售都很少 對 封盤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現在有囤房稅2.0 建商的囤房是要課稅的 對 但封盤的還是這麼多 說明什麼事情 而且另外一個角度想 我現在就瘋盤了 沒關係 反正到時候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沒錯 再來就是預售屋當中 它的內部的資金輪動非常明顯 就是預售屋是這樣子 北部客人 看南部真的覺得很便宜 對 所以會有北客大局南征的跡象 因為單價便宜 這個時候就算你買三房 都覺得好像還好 認為基期總會輪動 但是另外一個就有趣了 南客群去北伐是怎麼回事呢 這很妙耶 這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南部漲高了 很多南部人不相信自己的房價 真的可以炒到這麼高 說真的 這幾年 中南部房市漲幅遠遠大於 新北台北地區 對 所以他反而會認為 我的房價都快要接近於你了 但是我還不如直接去淡黃區 來做一個制產動作 對 我在台中買這麼貴 我不如去新北買 是不是那種感覺 我在竹北都買八九十萬了 對不對 那我幹嘛不直接買板橋呢 我直接進台北啦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也是正常 為什麼 因為竹北的平均薪資 早就已經超過整個新北了 所以我們必須有用人均薪資 來判斷房價的漲幅是否合理 竹北那種地區 由於人均收入來的高 它的房價 它能夠承擔的總價 會遠遠高於整個新北市 你同學都在竹北對不對 很多啦 都是竹科新貴 對啊 因為我念書在新竹念書嘛 對 但你會發現很有趣的跡象 就是明明就是2023年 其實景氣是下行的 所以其實2023年 台股的平均獲利並不高 年減我接近是接近三成左右 可是我看從去年 新清剛還沒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同學啊 工程師啊 那還在看房 我說你怎麼還有錢可以看房的 對啊 沒有啊 21年22年那個發的年中 到現在還沒發完啊 一年年中敵五年年薪啊 所以這是觀察到的現象 那最後就是鎖戶了 就是建設商會特別鎖幾戶 鎖下來 以後賣更好的價格 什麼意思 鎖那個最棒的是不是 比如頂樓啦 景觀戶啦 之類的 所以這房市的幾大怪象啊 它最後就變成了 預售物價格的畸形上漲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在於啊 中古屋市場啊 由於房貸的限縮 沒有人買的到 所以你只能跟建商買 是 建商完全知道你只能跟我買 所以我就台價台價再台價 對 所以呢看到了這個是因為 中古屋大家洗售 所以呢 連環效應到最後 預售物大家排隊啦 抽籤啦 各種啦 就被這個建商 掐著脖子 你買不買不買 後面很多人排隊著買 那到底為什麼 台灣的房價會漲翻天啊 到底錢從哪裡來 大家好呀 對 這幾年從2020年以來 受惠於半導體貸貨潮 大量的外匯收益不斷進來 這幾年 5年外資一共賣的台股 接近有接近有2兆左右 對 可是台股是從8000點 漲到最高2萬10 對 所以你要知道 台灣這一波半導體受惠潮的 內支買盤是非常強勁的 這是第一個 就是出口還在飆升 錢一直進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台商的大舉回流 那它主要影響的是土地價格 和常辦價格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上市貴公司 匯回投資的中國收益 在當時18年19年的時候 美中貿易戰開打 頂多適度回流 每年大概是500億左右 可是到22年23年 突然就快速要高 這什麼意思啊 這是他們在中國賺的錢 然後就匯回台灣嗎 過往來看 在中國賺的錢 本來就可以匯回台灣 算台灣的EPS 美股英語 只不過呢 有很多是怎麼樣 上市貴公司 在中國的設廠 中國的資產 這些也開始回來了 那很明顯是反映 18年的美中貿易戰 他們把在中國的土地廠房賣掉了 變現 開始匯回到台灣市場當中 然後就匯回來了 那通常匯回之後 台灣還是有相關的法規監管嘛 你也不能因此就去炒作住宅市場 現在台灣市場是不允許的 所以就有大量的資金怎麼樣 投入到廠辦 土地當中 那的確這些科技業 它也是要在台灣建立新的廠區 對 所以你看到各大廠都在興建當中 那這個就是影響土地價格 這個應該不影響 我們一般買的這個房屋的 這個住房市場吧 你的商辦的租金上漲了 你的土 隔壁的土地租金都已經上漲了 所以 房子也會跟著漲 某種程度是這樣子啦 這簡單來講就是 科學園區的商辦土地全部上漲了 那旁邊的住宅 你覺得會不會上漲呢 所以就跟著漲了 它某種程度是一種通膨的傳道 所以剛才聊到的 第一個是 外匯的出口不斷的匯進來 那第二個呢 是財商的匯流 那第三個我認為是今年引起土地價值上漲 最為明顯的原因 就是保單的大量解約 蛤 在去年以前 保單不能解吧 很多人解了 那我死了怎麼辦 我病了怎麼辦 我老了怎麼辦 很多人是儲蓄保單 儲蓄保單 儲蓄型保單和這個投資保單 它的金額比例其實也非常高的 那這些人為什麼要解保單呢 因為在過往 保單利率真的可以跑贏通膨 有時候給你一個2.5% 你覺得不錯比那個定存高還不錯 是 去年 這通膨漲成這樣 保單真的可以跑贏通膨嗎 現在很困難 對 所以就造成了大量的保單解約現象 資金開始往ETF 或者往房地產市場來做移動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在18年 當時的解約金額 台幣的話是7300億 規模很龐大 7300億 22年來到1.25兆 23年來到1.54兆 今年才光是一季度 就已經解了4000億 如果每個季度都是4000億的話 今年就是1.6兆了 台灣人真的很有錢 對 原本保單的資金 大量的往金融資產來做投放 最終所造成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 全台灣人沒有一個人願意持有現金 現金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變成 所以人人都想要找到能夠 把錢變大的地方 沒錯 那最後就造成了 股房資產有非常顯速的買盤勇進 那當然股房它都會受到資金的影響 短線上有情緒的補動 可是你會發現有趣的提前就是 真正的這群人 我們講的長期投資者或者資產主 他就是一直在買 那現在還有很多還沒解嗎 還會解嗎 還會繼續解 很簡單 除非你利率調高 央行的升息速度快一點 那可能勉強讓資金做一些回流 可是你要仔細想一下 現在保單儲蓄型利率給你多少 你才願意回去存 我光是去美元電存 都有4%5%了 對不對 稍微有點sense的 都不是很願意把錢放在儲蓄型保單當中 真的 所以還會持續解持續解 所以錢可能還會繼續進房市進房市 沒錯 對 那但是這個進房市 現在也出現很多 這個最近大家這個熱炒的一個話題 就是政府的德政 現在感覺好像覺得 都變成了炒房的幫兇了 那個新清安亂象一大堆 你知道我一個實際案例 我的朋友他的媽媽60歲了 他去申請到了新清安 你這樣算年齡其事 人家也算是第一次買房 人家叫做大林少女 好大林的清安少女 其實講了很多他的概念就是說 新清安好像沒有達到他原本的初衷 能夠幫助年輕人買到房子的初衷 新清安不就是幫助年輕人安心成家嗎 對啊 如果你幫助到60歲 都三個小孩的老老老爸 喪在那邊買房子 這樣對 可是你想想看 現在新清安整體戶數 貸款數大概也來到4萬件以上了 那說明的確是有很多手購族 他是的確進入到市場當中 那像自育姐 可能第五戶第六戶 他沒辦法使用新清安嘛 所以到底使用新清安來進行炒作的人多不多 我認為可能比例上沒有來的這麼多 因為如果他本身就有投機屬性 他可能早就已經好幾套了 他無法使用新清安 是 那當然啦 也很多人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發現很多新清安沒有自助的作用 他可能是借自己家人的人頭 那這個我們看到政府是有採取一定程度的罷款 政府抓到了上千件的違規案件 可是我們講有上萬件的貸款 上萬件的新清安正在辦理當中 所以上千件大部分怎麼發生的 通常國稅局或者說政府機關 他也不會主動去查到底有沒有人住在裡面 到底是不是你住在裡面了 租客去檢舉的嘛 租客去檢舉大部分是這樣子 要不然誰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自助在裡面 對不對 那租客怎麼無聊 我都租你房子我還是檢舉你喔 很簡單嘛 申請租金補貼沒有知會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意識到明明就是新清安 怎麼會這個時候 怎麼會有租金補貼 對那這就有趣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那新清安的貸款條件本來是八成嘛 現在降到七成以下 最高的貸款年限 這是被抓到了之後對不對 對是直接到七成以下 那基本上 抓到之後我補貼了你就吐回來嘛 沒錯 ok 那第二個就是最高的貸款年限 從四十年可能降到二十年 這個是最嚴重的 為什麼 因為當貸款年限一收縮以後 你的本金加本息 壓力突然就激增了 對我一個月要繳的錢就很多了 對那原本很多人是寬限期嘛 那等於是直繳期那真的很輕鬆 那現在就是直接把寬限期幾乎取消了 房貸利率本來從原本的地板 1.775補貼嘛 來到2.185以上 所以如果換算的話 如果你本來有1000萬的房貸 申請新金安的話 可能從每個月只要2萬塊 直接跳到4萬億了 那的確就會引起適度的斷頭潮 所以你可以了解 現在人要買房的 或者說有點投機屬性的 為什麼沒有人要去生代買中古物了 它的政策其實達到一定程度的效果 所以我也覺得說 先欠壓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的利益是善良的 那也許剛剛好 由於資產價格的炒作 所以剛好被市場上很多投機主義者 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也盡力在抓 這說明了 這有很多申請新金安的 這要小心一下 要意識到 原本就是要你該自己住的 如果被檢舉了 那我該嘛 我該 不要亂用人家的新金安對不對 這應該是德政的啦 不過接下來我們就要 請請停號告訴大家了 那到底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個買法 那如果我們要置產的話 或者是我想要自住啊 那我即便是自住 我也想要以後我的房子 有一點增值的空間嘛 我到底要怎麼個買法 買在哪裡 它比較有機會往上 首先是六月份 央行理監事會議啊 由於針對第二戶特定地區啊 進行房貸陳述的限縮 然後加上又升准 所以銀行現在其實資金非常緊縮 壓力很大 所以很有可能會出現 你想要借錢借不到的情況 或者說利率非常差 貸款的額度非常低 或者說呢 你的成交價 遠遠不如銀行給予你的估值 對 如果你有急需 那可以考慮 還在由建商所出售的新成物 就是有很多建商是這樣 就是它先見後售 所以它可能現在出售的時候 它並不是預售 不是說五年才要交五 它現在就在賣給你 它已經蓋好了 對對對 在新北市的重劃區 有很多是這樣的 那第二個 由於工股行戶的占比 現在已經高達六成多 接近七成了 對 現在就連新清安可能都會排隊 但是我仔細算過 新清安如果不看寬限期的話 其實本質沒有跟你買第二戶 或者說你原本跟民營銀行來買 有太大的房貸上的落差 如果真的有那個需求 那也許現在直接 不需要考慮新清安也是一種方式 那最終最終呢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是屬於自助需求 就是你要了解說 現在的中古屋市場環境非常惡劣 預售屋市場可能更適合你 但是由於建商知道這件事情 它的價格肯定會貴一點點 這個是大家要考慮的方向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麼呢 最好的方式那就是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個市況 你如果去買中古屋 你買到的房子都是他急著賣的 那他為什麼會急著賣 不重要 但他一定很衰 要不然為什麼要急著 所以那個房子會衰是不是 我跟你講買房很重要 就是在乎這件事情 那個奎很重要 前一個屋主他的生活環境 他的賣給你房子的這個狀態 他會影響到你的運 哦 住進去那個氣場不一樣是不是 不如先租幾個月 到時候再看看 為什麼 因為政府的政策是有點湊效的 房地產市場的確在緩和當充 對 銀行也收集銀根了 對 所以我覺得 未來幾個月度的房價漲幅 肯定不如上半年 那時候房價不一定跌 但是你有更多房子可以看 但是呢 如果是投資的話 那就完全不一樣 剛才我們有講到一句話 就是說 台灣 建商的賣房的邏輯是 總價是有上限的 但是居住面積是沒有下限的 它其實就隱含著 你買太貴的房子 不管是破到豪宅線 還是說你買的總價 都會影響到你的流動性 你買的總價太高 沒有這麼多人可以接你的房子 所以有人這樣講說 我買房子的時候 如果你未來會有要出售的打算的話 你要想你的買家會是哪一群人 沒錯 對 所以如果你買太貴的房子的話 你的買家就限縮在那個金字塔 比較高端的那個就變少了 我決定最明顯的 自癒解一定很清楚 就是台北市的豪宅 從過去10年來 16年以來就慘不忍睹 到現在都還沒有 單價還沒有創高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沒人接手 對啊 然後坪數又大 對 所以現在有錢人寧願怎麼樣 寧願買兩間30坪的 也不會去買一間80坪的 寧願買對門你知道嗎 對面是我的辦公室 回家吃飯還要先過一個門這樣子 很多人寧願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乎流動性 那不同地區 它有不同的流動性的標準 我們舉例來說 這是近一年七度的預售烏翁 就最新市場的購買平價 它的交易占比 台北市的部分 有22.9% 就主要都是集中在30-40坪 其實你看20坪到30坪 也是22.9% 所以他們其實買的就是20-40坪 沒錯 那差不多就是小兩房 或者2加1 這個就是台北市的慣性 新北市的部分 36%也是集中在30-40 桃園市也差不多 可是新竹縣市就不一樣了 買的普遍都是40-40坪 很大間 差不多就是正三房 而且重點是50坪以上 還占33.8 竹客有錢人很多 新竹市工程師 平時生活壓力都很大 生很多小孩 所以要有很多房間這樣 壓力很大生很多小孩 不是娶很多老婆 需要很多房間 這是幸福美滿 因為有更多的預算 那你的同學又平均幾個老婆 平均幾個小孩 你不要把內心話講出來 那台中市的部分其實也蠻高的 大概有40-50坪 是35.3% 那台南高雄就稍微弱一點點了 高雄這幾年 房價漲實在太快了 對 尤其是北高雄 所以目前買的坪數 大部分是集中在20-30坪左右 那這說明什麼事情呢 對於總價的高低 不同地區有不同地區的判斷 如果是新竹縣市或者台中市 你的總價高一點點 可能到2000-3000 現在都有人接 還可以 重點是三房 重點是讓我有一個美滿的幸福家庭 太小的我還不要 你看 太小的 我小孩就那麼多 20-30坪 新竹縣市才4.1% 沒有人要買那麼小間 你買那麼小間的 在新竹市會有流動性問題 真的真的 你不要以為說買小間都很容易賣 沒有對不對 但是你在新北在台北的部分 基本上你高總價的 你台北市可能三四千萬算正常 新北市你在三千萬四千萬 你以後都可能會遇到這個流動性問題 因為薪資就是漲不上來 但年輕人有機會當然是想買 但是你總要能夠讓他錯期到自己的總價 所以在竹科才有這樣的一句話 年初不買房 年底又白忙 今年先買地 五年賣學地 賣學地 賣學地 因為竹科會有新的工程師進來 他們一樣會成為高薪資階級 賣給學地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新竹縣市的狀況跟台北市 新北市的狀況會不會一模一樣 不會一模一樣 人家的人均收入高 人家還有學地 來支撐到時候的房價 人家還有學地 所以台積電都有學地 只要台積電在的地方 就有學地來撐房價 對 我們基本上可以往三個方向來走 第一個就是 屋林不是那麼重要 對 所以很多新屋林 往老屋林的方向 購物方向 已經 趨勢已經確定了 以前都會覺得說 年輕人一定是重化區 一定是新房子 現在不一定 現在很多甚至沒有交通工具的 他老公寓也可以接受 第二個就是大坪數往小坪數 尤其在新北特別明顯 過去可能40坪50坪 覺得成家差不多 現在都往20坪30坪來做移動 第三個方向 是往高總價往低總價 就是說你只要總價買得夠低 你以後都不用擔心流動性的問題 當然 最後房地產市場 會不會有趨緩的一天 蠻是會有的 剛才我們講到說 近來本輪的房價和股價 是靠外匯收入 本輪的半導體貸貨槽拉起來的 就代表著 有一天景氣下行的時候 有一天你看到景氣信號燈藍燈的時候 它不一定會跌 但非常有可能類似於 2022年年底 2023年年初 那種房地產 量縮 萎縮 萎縮 而且房地產市場 在下方 或者說在高位進行盤旋的跡象 這個時候你不一定 能夠買到特別便宜的房子 可是你可以看很多房子 要不然現在根本沒房子可以看 看不了對不對 現在房地產市場是蠻惡劣的 ok 那所以呢 就是剛剛這個總結 我們平常講的 如果你是投資的話 不同的區域 他們有不同的 當地區域的買家 那你要順著他喜好買 你就投資 才會有這個獲利空間 但如果你是剛性需求 你就是要住的話 那你可能 現在最好的選擇 是暫時不要買 對 對不對 暫時不要買 等一等嘛 對不對 真的很急的話呢 你剛剛說有一些建好的 去跟建商買 是不是比較有機會 中古屋就沒有什麼 市處的一個狀況嘛 對不對 但簡而言之一句話 台灣的房產真的很難跌了 對對對 現在的市況是這樣 現在趨勢已經確定了嘛 今年很多投資人意識到 接下來一整年 都會賺很多錢 期錢先卡位 然後呢 有一些股東 大老闆們意識到 我好像也真的賺蠻多錢的 那我也趕快先卡位 那什麼時候 工程師就會來卡位呢 明年頂到年中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他們就來 就來卡位 所以它是整條循環境 一路的向下傳道 有這樣的感覺 是 OK好 所以廷浩買了幾間 沒有你多 好啦 今天非常謝謝廷浩 來跟我們分析了 就是台灣房市 目前的一個現象了 那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 你覺得 台灣的房市 還會繼續熱下去嗎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囉 今天非常謝謝廷浩 謝謝您的收看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